这个APEX会议就在美国的三藩市召开 但是由于中国都会参与其中 习近平又会与拜登见面 所以《环球时报》就非常重视这个APEX会议 提出一个问题 这次APEX会议开得如何 就认为对美国是一个考验 因为回看整个历史背景 这次就是美国再次去作为一个主办方 一个东道主去举办APEX会议 《环球时报》的社评 就形容着三藩市对于今次举办APEX会议非常重视 还形容是自1945年的联合国宪章 在当地签署以来的另一次史诗级事件 有没有夸张呢 但是会议也是因为通过一些贸易、旅游、投资等等 去当地带来一些经济效益 最重要我相信就是突显 美国在今次的领导地位 可不可以继续指挥群雄 再说回内地叫做旧金山 我们也讲的是三藩市 香港人很熟悉一个美国很有名的城市 但是似乎三藩市当天的城市已经不在了 今天很多媒体报道 包括我自己认识的朋友 三藩市已经变成一个烂城 到处是路缩者 很多街头抢掠 甚至去一些名声地方 大家都不太放心 所以今次APEC在三藩市举行 亦被当地的警方进来一个大整缩 使用比较整潔 不要杀利人 但是使用都不是环球时报关注的重点 它特别是在看整个APEC的组织 本身是维持着亚太地区经贸合作的一个主要渠道 地位到目前为止没有变 今次的会议有一个主题 都是说如何持续地去做一些发展等等 但是美国在当中的影响力 特别随着环球局势的变化 美国过去可能也有一个很大的影响力 但是现在还能否维持到 或者希望借着今次的会议 如何发挥持影响力 这似乎是对美国其中一个最大的考验 当然美国有主场之利 整个会议的编排 也作为东道主安排 当然APEC来说美国通常影响力都很大 而且今次在自己家里举办 更加控制一切 所以在APEC的会议举行期间 同时召开印太经济框架 简称IPEF的部长级会议 似乎美国也有几手并进 亦突显了美国在全球经贸上的主导权 当然又有中国国家主席去参与 所以今次APEC会议都变成了 中美大国博弈其中一个战场 但战场当然不是武斗 可能大家都显示它不同的影响力 环球时报的社评最后是这样说的 在全球经济低迷局部冲突不断发生的背景下 亚太地区的增长 是在这个动荡世界里难得的一末亮色 这个全世界经济最有活力的地区 最新有调查结果显示 85%的受访者表示 APEC是有利于亚太地区的稳定和增长 而美国作为APEC之中最大的经济体 主办今次的会议 能不能够可以拿到一些广泛的共识 并且有一些具体的行动 去推动地区的开放和合作和平和发展 这个似乎是对于美国来说 一把非常简单但有直接的量度标准尺 似乎这个这么高的标准 都很难透过一次APEC会议 可以达致 但在这里整个亚太地区 也是全世界一个经济命脈所在 所以中美两个强国也在 要争取更多的主导权 当然在区内也各自有自己的紧密盟友 说回这次APEC会议 大家的焦点放在集拜会 当集拜会来说是大家管控分歧 或者特别军事上的防止拆枪走火 这是很重要的 但我觉得最实际的接触 可能不在集拜会 而在于何立峰和耶伦之间的会议 因为这个很实际 是看过金融问题 中美两国的金融第一把手 在三藩市 在美国的见面 这个可能 说的是更加实际 也看到回应到今天台湾《经济日报》社评所说 大陆迈向金融强国的机会和挑战 也反映出今次何立峰去美国见耶伦的重要性 也反映出近期为什么内地的言论等等 对香港似乎又再看得高些 看香港的重要性 为什么台湾《经济日报》社论 会关注到台湾迈向金融强国的状况 事源大家都知道 中国大陆面对一些地缘政治冲突 美对美国和中国之间的经济贸易战等等 中国内部房地产市场低迷 地方政府债务沉重 原来在10月底就召开了这个中央金融工作会议 似乎是重新定位金融在中国经济里面扮演的其中一个角色 在会议之前一个星期 习近平主席就创10年这个执政的首例 就特别去巡视了一个地方 那个地方就是中国人民银行 似乎都突显着对于中国经济那种的关切 似乎也在铺陈这次金融会议的重要性 字眼很特别的 今次召开会议就是中央金融工作会议 但看回六年前在大陆召开了一个全国金融工作会议 现在有一些新的变化 没错 看见在中国大陆两三年来 在西方的制裁和疫情之下 其实整个经济都要重新地位重新转型 现在可以看到一个很鲜明的方式 中国大陆过来说都是一个金融大国 你看它各方面的金融的实力等等 那些大型的银行的富可敌国的资产 但你去到金融强国 大国和强国的分别很微妙 现在内地的新的指标就要迈向金融强国 所以为什么何立峰去见这个耶伦是这么重要呢 影响到香港未来的角色地位 如果大陆要迈向金融强国 香港的角色相对来说是重要的 你看见这几年来内地的经济的转型等等 其实缺乏了欧美的资金的投入 如果没有了欧美资金的投入 你怎么做到金融的强国呢 你一带路很多的盟友等等 那些都是一些穷亲戚 你没有了一些有钱朋友 只有穷亲戚 穷亲戚要照顾它多些 你要照顾人 要自己令到自己变成金融强国 当然就是要先安耐 令到自己内部的金融体制更加稳健 所以刚才提到 全国金融工作会议变成中央金融工作会议 原因很简单 现在调整了金融监理以党领政的模式 所以金融稳定委员会已经被撤销 组建了新的国家金融监督管理总局 总之由党领导设置中央金融委员会 目的就吹起监管理改组整对齐步走的浩哥 用惯常的口吻说 总之就是要配合当前的金融局势 但是台湾的经济日报就整理出 所以从这个会议可以说有四个重点方向 就是中国未来对于金融管理要做的是什么 包括第一个最重要 坚持要找紧思想的方针 回归金融服务人民和实体经济的本质 其实倒回来说坦诚内地的金融体系 其实是一些风险隐患存在着 你从这点可以看到 早前习主席亲自去巡视人行 可以看到重要性是哪里 第二点 经济报的分析也很独独 根据国进民退 因成施政原则 稳定金融和房地产的发展很有相关 大陆是要优法国有大型金融机构 成为稳定金融的压仓石 并且严管中小型金融机构的准入 限缩业务为特色化的经营 这个也看到 因为金融的稳定和这个地方债很有关系 和现在中国面对最大问题的房地产 你不知道怎么救 这个很有关系 所以这个也是其中一个发佣金融强角的重点 如果那里你守得不好 地方债一塌 房地产塌 你整个金融体系都受影响了 然后当然也要放下未来 所以放下未来也有几个新目标 引领未来金融发展 除了绿色、普惠金融外 还要有科技金融、养老金融、数字金融等等的发展方向 所以才有新的目标 最后强调防范未然稳定金融 要以国安的手段去处理挑拨和轻风作浪者的威胁 这个最近大家都听过 但问题就来了 就算你有四大这个重点方向也好 你有抓紧思想 最后还有国安帮你守美门 是否代表着内地可以真的迈向一个金融的强国 我自己个人就这样看的 就是你看回全世界金融强国 他们的地位 背后其实必然有一些东西去支撑住 包括有一个完善的法制 有一个公开透明的市场 然后有一些足够的资讯流通在里面 这几个是令到一个金融市场蓬勃稳定发展 必然的基石 因为你令到市场的资讯流通 大家在进行任何炒卖投资活动的时候 你不用怕 那些钱会不会突然之间被人拿了 充公 因为那个法制很完善 就算有任何损失 你都有一个制度 有一个渠道去追讨 于是令到大家才放心 在那个地方里面去投资 就算有损失 你都没得完 对吧 但是这几个条件在内地 是否存在 又或者它不存在的时候 又是否可以用其他方式去捕捉得到 那这个就是一个问号 中央有营之手去介入领导 当然行政效率方面是见到功效的 但正如郭明所说 你要看到一个 你就要香港为例 甚至看回全世界三大金融中心为例 那些成为金融中心的条件 其实不在于一个强而有力的政府的领导 你越强的领导 就会骗到很多东西了 所以这次何立峰去见耶伦 当然有很多中美金融问题要处理 我不知道何立峰是否能够和这位美国财经界 第一个最重要的人物是学到试 耶伦做过中央银行行长 做过联署局的第一把手 今天是财政部长 他从市场到政府 他全通了 这个真是天书 但是可能何立峰去到时点醒他 你以为你自己做了这么多 这么有经验 但是告诉你 新的中国特色的经济金融模式 不是这样的 我们是要建立一个具中国特色的金融强国 耶伦对中国的友好度 比较其他白宫官员都强 所以我个人会看 习拜会是那些表面的东西 出来大家就说些东西 都是葛水所需 但真正何立峰和耶伦之会 那个反而实际上影响 你看完今天经济报的社评 近期中央对香港重提香港的重要性 可以看到那个微妙的转向 中国从世界工厂要转身为金融强国 香港角色在哪里 大家值得去讨论一下 希望香港政府官员 不要常看这些小微小眼的东西 你宏观看一个国际大局 尝试中央那种新形势的转变